在台湾 民众党政治现金争议延烧 党主席柯文哲23号再度道歉 说要深刻反省 相信自己认识50年的同学 而此话一出让外界猛批 甩锅推责 犹如政治渣男 柯文哲和前党员也展开了隔空骂展 民众党政治现金争议延烧 党主席柯文哲承认没有落实财务监督机制 要负最大责任 他23号发文道歉 说要深刻反省 相信认识50年的同学 这番话让外界炮轰政治渣男 试图解责 柯文哲又说自己世人不明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应该要去看眼科 这样才可以拯救民众党 前民众党员林冠年也曝光录音党 证实民众党副秘书长徐甫曾说 民众党经营的网上节目 民众之声的捐款流入公关公司 钱都在 这个也没有留到私人口袋 这时候我们在检讨 我们党内怎么有曾经出过这种人 林冠年跟柯文哲并不是不熟悉 因为林冠年当初要去选足北的时候 柯文哲也是支持他 现在是不是就觉得 好像谁不好我就直接切割 他当年被人家撤销提名 他怎么现在变成可黑 奇怪这个所以是这样 政治上要有一定程度的道德 林冠年也发声反驳 柯文哲 如果他要用那么高的道德标准 检视别人 那他自己的道德标准到底在哪 柯文哲真的是没有办法怪别人的 不但没有彻底的理清 还来用人身攻击 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好做法 林冠党党员一一跳船 柯文哲无论是道歉还是甩锅 也未能平息争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可以可以